他会表现 那么也是对于他很多的一个期待的 这种表现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没有看到 确实在山西 包括佛山 我觉得他还是 最出色的外援之一 我们也看到现场的球迷 做的应该叫做满坑满谷 今天这场比赛 在京城四九城都嚷嚷动了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我来的时候 就是听到的情况是说 如果您花多几百块钱 能够买到一张这天晚上 在奥提的门票的话 那您已经是算赚到了 性价比非常高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先发 上 扫粉机 对 突破被抢走 一个四打二 给马布里 有了 这个马布里今天的 第一个运动战的进球 来自于转换进攻 扫飞 三档之后分出来马布里 给兰多夫外线有了 33比26 刚上来江苏的打进一球 这是3比37 马布里的一个助攻 蓝多夫投中了一个长两分 蓝多夫投中了一个长两分 是挡的 但是毕竟是进攻 在持球的过程当中 是有这个优先权的 看马布里怎么来处理 还是分球 杨敏敏 杨敏敏再给回 空位 投了 好球 这个是马布里多年的一个 他的个人得分来到了8分 你看他并没有停 直接出去了 这时候防守松懈了 马布里接球就投 非常远的距离 命中今天自己的第二个三分球 他脸上终于看到笑容了 马上 一对一单防 还乐了 过人 漂亮 两个人都是面带笑容 W突破 左手 上篮 好球 他做的一个片子 来做这个运动员登地的第一步 能够发出多大力量的 这样的一个测试 他身上也是带了很多 当时最先进的传感装备 我印象 我们看马布里今天啊 就是 反跑 上篮 两分打成了 接着要去加法 终于看到了他的这种 强硬的上篮 造对手的犯规 还能保持平衡 把球打进 传切配合 今天宋康明上来之后 给马布里的这两次 传反跑球都传得很舒服 而且这个球是把对手内线罚嘴了 因为这两个 面带着微笑 来做最后一攻 防他的是陈磊 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攻防 给北京球迷带来太多美好回忆的两个人 在最后的半分钟 坐着这种进攻的对方 命中了 好球 马布里 这样的一个三分 就像事先计划好的那样 马布里攻中了 防他的球员是陈磊 我们把所有的掌声 送给本场最大的明星 我们一直都关注的这一个球员 史利芬马布里 随着一声敌响 他作为球员的篮球职业生涯 暂告一个段落 当然我们希望他在之后继续享受人生 继续在与篮球有关的场地上 和其他的一些领域当中 发挥自己更大的能量 这是现场的画面 马布里现在已经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 他哭了起来 这样的泪水 有着很多的过往的经历 在这样的泪水背后做积淀 我们看到现场的球迷打出了 96黄金一代 马布里MVP 马布里我爱你这样的横幅 现场球迷对于他的热情 也让现场的球迷 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情感 各个年龄段 来自各行各业的北京的球迷 都对这样的一个外缘 有着极深的热爱 我们看到马布里通风流气的画面 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北京城 流下他自己的泪水 之前的激动的泪水 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 他们久违的渴望的冠军 而今天的泪水 意味着自己将告别自己 极其热爱的篮球赛场 他从出生开始 仿佛就为篮球而生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96黄金一代 最后一位战士 在我们的联赛 告别自己的篮球生涯 这不单单是我们球迷的姓氏 更是整个CBA的姓氏 很多北京球迷都在这样的一个夜晚 在一票难求的奥体中心体育馆 买到了自己想要的这张球票 进到场地内 想去看他们的偶像 他们心中的城市英雄的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绝对不是告别 我们今天用一个仪式 来跟马布里挥手说再见 为的是能够在更多的领域 看到这样一个我们心中的偶像 在未来能够给我们呈现 更加优异的表现